来区分一下同学们 你看发音一样长相也差不多 但是意思却不一样 用法词性也都不一样 来看啊 首先从发音方面来看 第一个词读作already already 中读从第二个音节开始 already 第二个是俩词读作already already 那么意思上来说 already是个副词翻成已经和早已 他有一个兄弟用在句尾的 一般在否定句当中那个词是啥 如果你知道的话 留言区可以告诉我 那么already叫已经 往往用于这个完成的当中 例如他已经去北京了 he's already gone to Beijing 在这里的匹尔S 注意是has 像于he has already gone to Beijing 他已经去了北京 再看 我已经向萨拉求婚了 I have already proposed to Sarah 好 already叫已经修饰啥 修饰这个proposed 求婚 proposed 求婚的意思 proposed to somebody 就是跟某人求婚 你看 是已经的意思 作为副词就是动词的 are already 同学们 ready是个形容词 叫准备好的 那么already叫相当于是 都准备好 完全准备好了 来看 我们都为考试做好准备了 we are already for the test we are already 这个all只是加强后面的ready了 你可以相当于we are ready for the test 就是我们准备好考试了 那we are already 我们是都准备好了 可以作为主语的同位语 可以作为副词修饰后面的凶词 再看 如果你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走吧 if you are already let's go 如果你们都完全准备好 让咱们去吧 至此同学们 你记住没有呀 包括already 他有个兄弟 那个词比较阴险 用在剧尾的 那是啥 留言区告诉我 同学们 学费的行答98 吧